先提前公众一下越南队啊 这个国足嘛 跟越南现在我刚才看最新消息零比萨了已经 然后第三个进球是一个也是一季世界播 谈谈我的感想啊 之前那个范大将军不是说了吗 以后会输越南队 当然之前已经输了泰国队了 这一次呢我估计呢 李肖鹏李指导呢 包括教练组的政治啊 李金宇啊什么 他们呢可能就是觉得打越南队 我们要放弃放手反击了 所以说呢被轰了三个球 其实我想看一下就是说 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国足是一个大胸胸 就跟咱弄那个一带一路一样 其实呢先让对于就是所有跟我们合作的这些国家 都尝到甜头 纳入到我们的系统当中 像国足也是为了这个同小组的这些球队的出现 他的确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越南队嘛 人家越南 你像咱们过春节 越南人也过春节啊 对吧 所以说呢 越南人过春节 你就要给人家剪上天花 我们去呢就是要满足他这个愿望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翻盘是不太可能的 打平是 我觉得都都已经很难了 现在毕竟已经三个球了嘛 对吧 以我们球队的这种国足对国足的这个印象 一般你说让他再追回来 有点有点想人所难 因为毕竟人家就是就是想成全嘛 成全这个越南队 所以说呢 你看包括一带一路也是 我们这个也是为了纳入我们系统 给各个国家这种贷款 也好 包括什么 当然有人说 因为这个各所在国的债务危机 然后呢 港口啊什么的归我们 还是要点实际东西的 但是国足这是更无私 更无私 先说这么多吧